基隆有一名男子 三月中的时候 他开着租赁车 在路上被一名闯红灯的 现役军人擦撞 对方本来承诺会赔偿到底 但是事后这名军人 把责任通通推给保险公司 双方多次调解不成 就算车辆修好了 也只能暂时放在派出所保管 让租车业者相当无奈 夜晚车头灯一辆黑车 驾驶油门催下去 往前支支开 明明是红灯 却没有停下来 直接撞上右方执行车 这是发生在三月十五号的车祸 民众租车经过基隆 被闯红灯的军人撞 军人的车时和同袍界的 当下保证会赔偿到底 没想到事后甩泰 把责任全推给保险公司 过了两个月 租车公司还没有拿到赔偿费用 拔完块钱的营业损失 却只赔偿两万 让老板气的说难道要找被装的人要吗 被装的陈先生被气笑 去台北工作为了方便才租车 结果处理车祸还影响到工作 经过多次调解 赵氏军人没有出面 保险公司和业者也没有达成共识 即便车子修好 但调解未完成 车也只能继续留在派出所保管 租赁车便展示车 业者好无奈 记者综合报导